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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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觀眾 講到夏天就想到海洋 而這海底生物超級巨大 我人是不是縮小許多了呢 這看起來相當童緒 我們就在海洋公園裡面 而這邊是找來台灣插畫師李敬生設計 把海底生物跟遊樂設施做結合 每一樣都相當有特色喔 但說到夏天怎麼能不玩水 跟著我走吧 看我拿這水槍知道我要幹嘛了嗎 這邊可是有每年夏天限定的冰風暴活動喔 我準備來一場水槍大戰了 首創推出水加冰的雙重涼夏刺激 不只有冰雪大炮 還有從至高點往下灌的水柱 碎冰機加上巨型風扇 真的是超狂水party 結合活力四射熱情滿滿的水花派對活動 讓遊客在炎熱的夏天更加清涼消暑喔 當然玩水有很多種 除了打水仗之外 你有想過跟美人魚一樣悠遊在海裡嗎 今天的致富時代一日海陸職業大挑戰 就想想我來體驗當一隻美人魚 大家就跟著我一起來圓著公主夢吧 Go 沉入海平線隨著魚尾擺動 優美妖身曼妙翩翩 波光玲玲轉印在人魚肌膚上 優雅回神的身姿將人魚的美盡情展現 亮眼的美人魚自在遨遊翻轉 像是被使了魔法一般輕易靈動 柔美身姿卻同時有著堅定又帶著俗媚的眼神 美得恰如其分 超浪漫的實境表演還原了唯美的童話故事 而今天我也要親身體驗變身美人魚公主 很緊所以如果它歪掉的話也會很難調 真的很緊 猶如被綁住雙腿 但可綁不住我當人魚的心 就由專業教練帶我們入池追夢吧 陸地上你們覺得越熱 海水會越冰 你們可以感受一下 這個體感溫度大概十五 沒有那麼低 沒有那麼低 我覺得超冰耶 冰痘發抖也得讓身體慢慢下沉 完全泡在水裡 放鬆一點 泡 泡 泡 直到適應溫度開始進入人魚世界 胸 肚子 化 很好 很好 有了水中wave出體驗也得試試實境練習 我們放鬆 肩膀也放鬆 肩膀放鬆好 開始做人魚身為流動 真正入水才知道 人魚最困難的環節 是把基礎的美人魚姿態 游得漂亮 游得流暢 看看我這上半身僵硬直挺挺 透過教練不斷調整後 才漸漸抓到感覺 油比剛剛那一趟好一點 對 像在水裡 怎麼是假的 開始習慣律動 美感慢慢進步 往前游動了 但一個轉身上岸 好 請 我們起來 這樣子起來好不好 這樣子起來 在重重挑戰中 還得兼具美感 尤其水下睜眼 海水的鹹很辣眼睛 看著我已顧及不了表情管理 人魚的美看似輕鬆 背後可得下足功夫 長時間下水 然後尤其我們是沒有 戴面鏡的表演方式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的眼睛跟耳朵鼻子 就會很容易受到感染 但即使得面臨許多不舒服 卻仍有不少人 投入美人魚表演工作 就像是我在潛池體驗後 一路悠遊想試著潛入更深海底 由教練帶領下 我也在這片玻璃窗框中 展現姿態 而這不協調 僵硬的擺動 也更映襯 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但人魚完美了 大人的美好想像 以及孩子們的單純相信 完美表演的時候 遊客會有一種驚呼聲 你在後台你都會這樣 哇 然後當你聽到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嗯 我的這一切都值得了 遊客們的熱情呼應 為辛苦的人魚們注入國力 但脫下美麗余味 我們還得走回現實 前往醫療救援基地 跟美人魚妝反差很大的是 我現在換上了青蛙妝 因為接下來要到這個醫療池 來觸摸鯊魚喔 不是 這是我第一次這麼接近鯊魚 在保育員的帶領下慢慢認識鮑蚊 從餵食到身手觸摸 很像鱷魚的那個皮對不對 鱷魚的細膩 還要再細膩一點 但是它又只有斷你沙子那種感覺 這和印象中 電影烈嘴巨口沙很不一樣 他們可是會靠近討摸撒嬌 有了這隻豆沙棒 靠著顏色指引鯊魚游動 或停留的方向透過行為訓練 在醫療過程中 像是替鯊魚照超音波 還有獸醫拿著內視鏡檢查一番 抽血檢測過程 鯊魚都就能穩定停留 外面進來的大鯊魚類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貨車 直接把它載到這邊來之後 再用這種釣病人把它這樣進來 打造生物救援教育基地透過導覽 讓遊客親眼所見 海洋之美得透過每一雙手的協助 才能永續而美麗 哇 真的太舒服了 各位觀眾朋友 躺在這個懶人沙發上 把所有煩惱拋到九霄雲外去 這就是來花蓮放空的真諦 還有什麼比這個更美好的 這裡是花蓮受風非常有名的打卡景點 園區裡的看海平台 四周有鳥巢椅和新型花圈 藝術造景都是人氣打卡店 背景一整片蔚藍大海 怎麼拍都好美啊 還有還有這天堂之門 站在這裡來一張美照很有巴黎島風情 一眼望去遼闊湛南海水盡收眼底 另外還有這個崖上沙灘也是壁房 雙腳踩在細緻沙上好舒服 還能躺在藤影上 絕美的海天一線輕輕鬆鬆溢入眼圓 我在花蓮天氣勤 這裡真的超級放鬆的耶 又不是趕行程 我真的很想待上一整天 不過看完大海之後 是不是要來吃個海鮮啊 講到嚴聊受風 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樣想到龍蝦呢 這邊有個藍帶主廚 把活龍蝦料理做成各式各樣的美味 肯定不能錯過 火上面包粉的炸饅頭酥脆秤底 焗紅栓子的主角龍蝦肉 霸氣鋪滿的上頭 一口咬下 口味層次完美合體 沾上龍蝦醬增添風味入口勾引味蕾 一旁香悅滑順的濃湯飽滿肉質 浸泡其中吸取香氣 光是這樣還不夠看 插著拉出長長千絲焗烤麵 同樣少不了Q彈肉質龍蝦肉 表皮微焦冒著焗紅泡泡的火烤方式 一出爐飄出焗烤香氣 經過擺盤上桌 一入口紮實彈甜 一道道以龍蝦為主角的料理 都來自主廚康家傑之手 能夠把同一食材玩出多種變化 居然來自過去紮實訓練 牆面上一整排藍帶證書 不須言語的成為它的最佳認證 這兩張小張是我在日本東京拿到 這一張是初級的證書 遠復東京藍帶學院分校 一路再到高雄校區取得高階證書 有了專業法式廚藝洗禮 康家傑把所學帶到花蓮扎根 延寮這裡是產龍蝦 出名的是龍蝦 那整條海鮮餐廳 全部都是賣龍蝦的 那我一直在想 我能做出什麼不一樣的特色的食物 而跟人家有區隔 所以我就利用我所學的法式料理 然後衍生出了龍蝦寶 俐落撈起生猛龍蝦 堅持現撈 就是要給客人 充氣 堅硬盔甲下的龍蝦肉透到發亮 經過康家傑的專業處理 毫不浪費任何部位 甚至連蝦殼都可以徹底利用 用小火不斷翻炒煸出香氣 法式三寶 紅蘿蔔 洋蔥 西洋芹加入 增加色澤也帶出甜味 龍蝦醬的靈魂 番茄糊加入蘸菊 增添完美色澤 白酒進場洗出精華 緊接著豪氣的倒入白蘭蒂 火焰秀精彩上演 燒去酒味留下香氣 再加入水開始熬醬 哈希里白里香 捆綁陳述入鍋 讓龍蝦香氣更上一個層次 烹飪動作行於流水收放自如 將法式魅力展現無遺 彷彿天生廚師的康家傑 其實過去的職業很跳通 我之前其實是從事美髮設計 怎麼這麼跳通 都要有一點 雖然現在撿了光頭 應該是說我從蘭黛畢業的時候 然後因為那段期間是剛好畢業 想說全台灣 我還有很多地方沒去過 46歲第一次來花蓮 就選擇好 花蓮沒去過 我就到花蓮來這邊打工換書 然後就上網找資料 然後就找到一個民宿老闆 願意接受我這麼年紀大的 來打工換書 年近半百人生突然大轉彎 更在這個時候認識了好夥伴 原來這廚房裡一同忙進忙出的大男孩 心語就是打工換宿時認識的 往年之交 還有另一位漂亮女生阿姐 是她開髮廊時期的好同事 三個人一起從異鄉到花蓮定居 都是因為愛上這片海 當然店面也是選在能面對療癒海浪的地方 才能一邊享受佳肴 一邊欣賞美景 店外美景誘人 店內裝潢更是用心佈置 過去在美髮業的收藏 還有閒暇時的隨性創作 每一個角落都有著可愛的小細節 再加上開放式廚房 讓主廚的料理藝術 臨死角呈現在客人面前 那當初的想法其實我也沒想太多 我就覺得主廚我的Chef 當著面做給我們菜看是很舒服的 所以我就有樣學養 當初以為來花蓮坐在海邊 可以過一個很chill的生活 拿著一瓶海蜜根 然後每天悠哉悠哉過生活 安定下來之後 真正嘗試在這邊過生活 反而就是更加的忙碌 因為從起床之後我要進市區去採買 然後從備料一大堆下來 想要悠閒得到的卻是不得閒 但這樣的忙碌換來的是更多的心靈滿足 46歲才轉換職場跑道的康家傑 有著一顆年輕的心 帶著簡單的初衷 不變的堅持 還有好友們的相互扶持 讓偏僻小店難掩光芒 想要深度感受東台灣的生態靜密 來這個植物農場就對了 面對夢幻湖的是一整排的彩虹椅 不少人會來到這裡打卡取景拍照 不過眼前還有這個無法用言語形容的 雲景山景跟水景美得像一幅畫作 避訪的就是這植物園裡的夢幻湖 湖景平靜療育 可以清楚的看到壯麗山景和綠翼森林的倒影 往裡面走就會看到擁有豐富的植物種類農場 放眼欣賞 感覺到處都能看見雲山河水 有種遠離生肖的感覺 來到這裡千萬不能錯過這個跳水瀑布 這邊可是這裡最夯的美拍打卡景點喔 流水潺潺加上這個綠陰瀑布 雖然是可以消暑降低暑氣 但說到消暑當然就是吃冰啦 所以接下來要帶你去吃一家冰店 這一家冰店的老闆是堅持要用當季水果 來做成冰淇淋 冰棒還有炒冰 所以去到店裡每一次都能吃到不同的口味喔 要爸爸吃 爸爸吃很多的 爸爸吃很多喔 來給你一點點點點 一碗冰入口透心涼 滿足小朋友的吃冰慾望 化學添加物跟什麼的這種東西 自己要吃又要給小朋友吃 這種東西都一定要拿掉啊 孩子要吃的絕不能有化學添加 就是這麼簡單想守護家人的心情 看我吃 一起吃 好一起吃 注重冰品的食材與用料 老闆莊淑宇和當地小農合作 黑糖剉冰鋪上新鮮食材 在地鳳梨切丁 果香自然散發 搭配來自南華的芋頭 攪成泥狀 滑順香甜 滋味迷人 另外整朵的洛勝花更是吸睛 咬下脆口帶點嚼勁 一入口酸甜味 席捲舌尖 新鮮水果與沁涼冰品的碰撞 就是夏天的味道 也因為堅持天然純手工冰品 食材都得自己煮 爸爸莊敏林為了力挺兒子的夢想 辭掉在中國的工作 回台幫忙 而弟弟裝書好也加入協助 一家人因為這家店 凝聚在一塊 剉冰要用的黑糖 得不間斷手工翻炒 這活就交給弟弟 靠經驗 因為我們一開始 一開始的香氣不夠 然後是有客人 有一個客人老人過來跟我們說 好像少了一個味道 火候時間都得拿捏得宜 還得拿著大鍋鏟快速翻動 否則一個不留意 就會燒焦毀了整鍋糖 炒久一點它的香氣才會到 但是假如再炒久一點的話 它就會變成黑的 它就會變太黑就會變苦 怎麼炒出獨特香氣 散發迷人焦香 全品經驗 黑糖混合純水均勻攪動 出來的黑糖水倒入模型中 一樣透過製冰機 才做成冰磚 這是剉冰的基底 原筒黑糖磚開始轉圈舞動 隨著刀削透黑雪花紛飛 不只能做剉冰 也能做冰淇淋和冰棒 選用的還有當季新鮮水果 表面乾燥凍結的冰棒紅通通 一口咬下彷彿吃進動感的火龍果果肉 享受最純粹的美味 老闆不藏思 製作過程全公開 隨喜火龍果後一道畫下 輕輕剝下那桃紅色外皮 紅而鮮嫩的果肉 呼之欲出 帶來豐沛多汁視覺感 裝入桶子裡簡單切成小塊 接下來送入雞材和糖水調和 打成果薑 以積極取代人工 是要確保攪拌得更均勻 等待過程中 老闆也沒閒著 將冰棒棍依許固定 準備就緒 恰好果薑也調好了 倒入專業製冰設備中 整齊排列 一顆顆送入一滿式凍結槽 靠著零下30度急速冷凍 再次開啟一種液態果汁 化身成為顏色飽滿 凍結誘人的冰棒 沒有多餘香料 甜味劑 防腐劑 每一支冰棒的風味 交給大自然決定 沒有標準化的口味 把來自風土的味道 最純粹的呈現給每一位客人 會有這樣的堅持 是莊淑宇打從學徒開始 師傅就一直傳達給他的理念 剛買機器回來的時候 因為機器買來嘛 他就給你一包一包的粉末 那這些粉末他就會加進去 可是一開始就覺得不怎麼樣 就照著那個賣機器的廠商說的 就直接加 後來就把那個機器打開 看後面的那個添加物表 哇 滿滿A4子一整張都是添加物 他自己都嚇到了 就把那個都倒掉 要用天然食材去把冰品做到盡量一致的口感 相對的備料時間勢必拉長 從一個在台北繁華城市的上班族 來到鄉下學製冰 其實背後還藏著對另一半愛的故事 那時候還是女朋友現在是太太 那媽媽因為身體有一些狀況 我就是想說要換一個比較好的居住環境 所以就也很喜歡花蓮 想說來這邊住住看 想讓離癌的岳母有更舒適的環境 毅然決然搬到好山好水的花蓮 即使現在媽媽不在了 但也慶幸當初的選擇 親情陪伴最後時光 讓她和老婆吳家如不留遺憾 現在夫妻倆一起打拼春起冰店 但同一條街上不到300公尺 就是當地知名冰品 老闆莊淑宇是這麼說的 有些客人就開玩笑說 那邊還要排隊來這邊吃冰比較聰明 這邊是聰明冰 他們有時候會有工修的時間 工修的時間客人就是 現在大家用Google對不對 其實找一找發現 旁邊還有一間冰店就會過來 這種時間點我們就會有機會 再認識其他的客人 那另外一部分我們比較多是 客人介紹客人來的 想法和阿Q不怕被比較 相信自己的特色也能被看見 裝束以堅持只做家人 也能放心享用的冰 用季節與風土的美圓滿自己的夢 來花蓮怎麼能不來鯉魚潭走走 這邊可是東台灣最大的內陸湖泊 而且這跟南投鯉魚潭相比 真的景色毫不遜色耶 再加上因為這個平靜的水域 是非常適合新手來玩 水上力獎有不同的視野 來看這一片湖泊之美 水上活動還不只這樣 如果不想曬太陽 可以踩踩天鵝船相當同趣 是一個適合全家大小出門踏青的景點 在鯉魚潭還有水岸步道全長120公尺 環繞四周走在水岸步道上 可以眺望鯉魚山的清脆風景 還能近距離欣賞鯉魚潭的水色幾致 順路還能來鯉魚潭濕地散步 享受著人與人 人與自然間的慢活步調 比想像中美好喔 那我要繼續散步了 接下來時間就交給周婷吧 嘿各位觀眾 鄉鄉到花蓮去當美人魚 那今天的一日海陸職業大挑戰呢 我就是負責陸地的部分喔 那今天我們是要來到新竹當動物寺育園 不過開始之前先來逛一下動物園吧 因為這邊真的有超多可愛的動物們呢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馬來熊 那牠其實是一種雜食性的動物喔 很喜歡吃甜滋滋的東西 尤其是蜂蜜 那當牠發現蜂巢的時候 會用銳利的爪子 去把蜂巢給挖開 而且用牠特有的長舌頭 或是兩隻手輪流進去蜂巢裡面 來舔食蜂蜜 那牠是所有的熊類裡面體型最小 而且毛也最短的一種 可以算是一種真實版的小熊維尼喔 那其實新竹市立動物園喔 牠位在新竹公園裡面 牠占地的面積不算太大 卻是台灣最老的一個動物園喔 那在經過了修繕重生之後呢 現在主打動物友善 在這邊的動物物種種類 雖然不是最多的 但是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樣的環境 非常有教育意義喔 至於在這裡喔 到底可以看到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那就跟著一日思維園卓庭我的腳步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去看看喔 動物園裡面的大明星 河馬樂樂的腳步日常吧 頭好壯壯在水中悠遊 新竹動物園的大明星樂樂 是個35歲的女孩子 在河馬界來說身材濃鮮和度 大約1300公斤 每天太陽公公露臉 保育員就要準時登場 送上豐盛美味的早餐 今天就讓卓庭我來打打雜吧 他們河馬雖然很大隻 但他們是草食性的 他平常的話就是主要是吃 可以看到放在那邊的狼尾草 然後還有這個飼料 他的飼料 那下午的話會再給乾草 像我們這邊啊有看到這一大桶 這個好料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會再額外給他的 大概一週一次或兩次 會給他紅蘿蔔 茄子 補啊 蘋果 水梨 那些瓜類 今天就是特別的蔬果日也 樂樂馬上把頭湊過來 看來是等不及囉 他可以摸這邊 很怪 放完蔬果他就會知道說要吃 所以沒放他就會一直這樣長著 對 可是他會傻 他現在就有點快送我了 有點累了… 對 有點累了 好好好 趕快把美食送進嘴裡 讓樂樂大快朵移 親人的樂樂平常看見遊客 也喜歡打開嘴巴打招呼 但千萬別隨便丟食物餵食 那會害他吃壞肚子喔 身材壯瘦的河馬 是陸地上體型第三大的動物 僅次於大象跟犀牛 雖然不會游泳也無法浮在水面上 但他一口氣就能待在水中 四到五分鐘 可以說是潛水壁氣的大王 那水池區是他平常待時間 最多的地方 因為他們的皮膚沒有汗線 所以很怕曝曬在陽光底下 所以他一天有很多的時間 都是在水裡 只有在吃飯的時候 才會走到陸地上來 保育員不只要餵飯而已 還有一項重要工作 就是打掃動物們的家園 仔細清掃水裡的髒屋跟青苔 雖然很費力 但大家一起來 絲毫馬虎不得 因為園區就是各種動物的家園 在這裡除了河馬樂樂 還有其他教課 像是親人的牆鼻碗熊 光有看的就快被蒙翻了 那他們在原生環境 他們是住在森林裡面 那會住在樹上 所以我們就是仿造這樣可以有 高低起伏的地方 還有像有樹洞的樣子的地方 給他去躲藏就可以了 仿造大自然的設計 打掃時也要仔細清除 縫隙裡碗熊吃剩的食物 不過這過程被他們圍著團團轉 我感覺實在太療癒了吧 接著拿出新鮮蔬果 除了一些直接餵食拔乾淨 其他的要藏在各種小洞裡 讓碗熊邊找邊吃邊運動 最符合他們的天性 但工作過程可要小心喔 哎呦 哎呦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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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劫 搶劫 這些小傢伙為了吃到甜甜的水果 可是火力全開啊 別說像個神偷搶食物了 連要他展現攀爬天分 那都是小事一桩 作為台灣現存限制最老的動物園 這裡已有87年歷史 在2019年底經歷整修重新開幕 打造為友善的七地式動物園 目前展示約30種動物 總數量約為150隻 是市區內小而美的森林園區 自工導覽啊 課程的教育啊 其實讓小朋友大朋友更了解 動物的它的過程是怎麼樣 因為你唯有了解它 你才能夠去保護它 然後才能夠喚醒小朋友 從小就知道怎麼要去保護動物 關心動物 生命教育從生活中做起 經過改造變身的動物園 不只多了嶄新風貌 也吸引更多人走進人區裡 在歡樂笑聲中認識自然界的美好 掃護動物真的好累喔 那我趕快跑來吃一點小東西喔 剛剛園長就有跟我說 在這裡必點的呢就是這個 超級可愛的雞蛋糕 你看喔 牠們的外觀是由可愛的動物 還有植物為主 可愛的喔 讓人都捨不得吃耶 那牠咬起來是比較偏向紮實 然後很香的這種雞蛋糕 我是覺得有一點點像是鬆餅的感覺 那還有帶一點點鹹香的感覺喔 很解嘴饞 那這邊的食堂很特別 一定要記得選擇靠窗的位置 因為你看窗外呢 羊駝就在旁邊陪你用餐 是不是很夢幻啊 那有了動物的陪伴喔 餐點感覺也變得更好吃了耶 除了羊駝之外呢 這次還有看到後面的馬跟駝鳥喔 這裡真的是太療癒了 不過我光吃輕食喔 怎麼覺得還是有點餓呢 可能剛剛消耗太多體力了 接下來帶大家去吃一間 新竹的隱藏版美食 老闆喔為愛妻打造了一個磚窯 在那裡喔 不只是窯烤麵包被秒殺 就連披薩都很受歡迎喔 成文木質裝潢溫暖自然 像是藏在樹林中的童話木屋 這間祕境餐廳雖然位置不顯眼 但可是新竹在地名店 好這樣三百三 然後你一圈 櫃台前人潮沒停過 小店裡熱鬧非常 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療癒香氣 搖烤麵包熱騰騰出爐 剛上架馬上有人搶著買 其中最受歡迎的招牌口味 就是黃澄澄的蜜橘吐司 光是用紋的就很療癒 果香搭配細緻鬆軟的麵包 在嘴裡綻放淡淡酸甜 這樣的滋味都是每天一早現做 在地特產茂骨干做原料 果汁替麵團點綴色彩 蜜漬橘皮是香氣的主要來源 分切後要靜置在零度中整整20小時 這是美味的關鍵步驟 我們是用非常少量的酵母 讓它自己產生自己的氣味 就是說它生產出來的第二代第三代 慢慢延展出來的那個氣味 才是我們要的 下層加柴上層調整位置 憑經驗判斷火喉看起來似乎不難 但這功夫最少得練上三年 才能烤出恰到好處的淡淡椒香 除了招牌蜜菊吐司 還有夢幻紫薯乳酪 甘甜奶香在嘴裡越嚼越夠味 還有著很特別的嫩綠色吐司 是加入小濃重的無毒地瓜葉 嚐起來有淡淡的海苔香 這些都是夫妻倆的點子 最早是太太戴惠心愛烘焙 出國旅遊時點燃料理魂 靈機一動說想造個謠 沒想到寵妻的徐里茵 真的發揮多年營造業專長 用愛堆砌出這座磚窯 我太太就跟我講一句話說 我的事業起步前二十年 太太幫我 那她就跟我講說 後面的十年你可不可以幫助我 我的理想我的願望我的夢想 是不是能夠幫助我實現 營造業打拼超過二十年 為了太太的夢想她重新歸零 夫妻倆在專窯做烘焙 找朋友來分享美味 就這樣越傳越出名 在朋友的起哄兼鼓勵下 開始做起了餐飲 我們都是買原食材 自己回來自己 就是在切啊在整理 比較不會去買人家加工好的東西 我們的烹調原則也很簡單 就是用烤的 讓你吃到蔬菜的原味 時間到熱騰騰的大餐上桌 爐烤手撕機香氣逼人 焦糖色外皮一撕開流淌雞汁 肉質Q嫩充滿了勁 帶點煙燻滋味很有層次感 搭配各種在地小農食蔬 鹹 甜 脆 香都能嘗得到 現在把餐廳經營得有模有樣 但當年剛開門時 夫妻倆也經歷過手忙腳亂的撞牆期 因為我在這個行業 轉到這個行業是完全陌生 但是我有一個非常好的長輩 然後他就覺得我這樣做很像很辛苦 因為我不懂 門外漢去做非常地吃力 而且效果不好 產量不好 成果不好 所有都不好 所以他就說那我 就他來教我 笑稱自己頗有天分的徐里茵 每天十幾個小時練功不嫌累 果然手藝突飛猛進 不但能自己hold住整個後場 還能帶著來玩的小朋友 做趣味的披薩DIY 兩隻手掌輕輕的來圍 前後來圍 對 很好 小朋友都喜歡自己動手做 那我說披薩是最簡單的 然後也可以最快速 讓他吃到自己的成品 那有時候我們還可以看到 那種三代同堂的畫面 阿公 小孩 孫子 爸爸 一起做 那個畫面非常有趣 把溫馨滋味融入料理中 每片披薩烤出濃郁奶香 輕輕一拉 起司牽出金黃絲線 臘腸片點綴黑橄欖 簡單食材的搭配 做出夠味不膩口的義式風味 還有私房料理南瓜麻油飯 南瓜量超多 煮得鬆鬆軟軟 柴燒香氣跟麻油串在一起 吃起來有點像是燉飯的口感 窩在廚房裡忙得像顆陀螺 雖然忙卻是夫妻倆的幸福時光 做這個很有成就感 你從它從麵粉 一袋一袋的麵粉 然後麵糰然後變成麵包 你每天看著這些麵包 每天每天這樣烤出來 就是會很喜悅 那我們就覺得 真的是非常的滿足 這個心情 還也交到很多好朋友 這是最大的收穫我覺得 圍繞著磚窯的日常點滴 一不只烤出美味 更烤出夫妻倆相伴的暖心滋味 新竹有三寶貢丸 米粉和玻璃 因為新竹這裡有生產細紗 還有天然氣 所以玻璃的產業非常的興盛 那就在動物園旁邊這邊 有一間玻璃博物館 在裡面可以看到玻璃生產製造的過程 而且還有展出各式各樣的玻璃製品喔 像是在日常生活常見的用品喔 例如像是溫度計啊 燒杯 燈飾或是酒瓶等等 其實都是靠玻璃生產出來的喔 那館內人員還特別跟我說 在一樓右邊有亮點喔 往窗外看出去 就有一個長頸鹿的裝置藝術 那以前這裡有一隻動物園的長頸鹿 很常把頭伸出來吃葉子 但他現在去當天使了 所以動物園就做了一個 裝置藝術的意象 代表他還在這裡 那來參觀的話呢 記得可以跟這個來拍拍照喔 看完了各種晶瑩剔透的精緻工藝 接下來帶你去吃一間文青風的餐廳 老闆過去呢喜歡旅遊 當背包客周遊列國 他就把在國外學到的經驗喔 給帶回了新竹 帶回天津小吃煎餅果子 而且還融合喔 以前做西餐廚師的經驗 放進各式各樣的食材 成為了年輕人最愛的創新滋味 挑高空間簡約俐落 環繞座位的大片落地窗外 滿牆綠翼自已生長 充滿文青風的店面裡 真正香味從開放式廚房飄出來 麵糊攤平打上一顆蛋 加點蔥花跟芝麻 誘人蛋香浦面而來 這做法看起來好像很眼熟 但這可不是常見的可麗餅 而是東方風味的煎餅果子 它就是一個像天津的一個 街邊的一個小吃 它麵皮是用綠豆多 這中間會夾一層 我們自己炸的薄脆 它就是外Q內脆的一個口感 酥脆程度用聽的就知道 看起來有點像蛋餅的外皮 咬起來清爽不油膩 鬆軟但攪起來帶點微微Q度 薄餅跟生菜添了不同的脆口 包覆雞肉跟墨西哥辣椒 讓人越吃越開胃 還有明太子起司口味 滿滿醬料用看的就勾忍食慾 濃郁奶香跟海味完美融合 把傳統中式小吃變出不同風味 背後推手就是年輕的劉邦宏 18歲左右進廚房 然後一開始是學西餐 義式料理 法式料理 因為我之前有去過 其他地方工作或旅行 那這間店就是累積上 我所有學過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把它做一個融合 像一個Fusion的感覺 除了餐飲經驗外 愛旅行的劉邦宏也當過背包客 世界各地夾套套 他的料理中也能吃出環遊世界的味道 他就是用整塊的五花肉下去滷 然後滷完之後 先冰鎮之後再切片 再下去炙燒 像是台灣控肉的口感 但多了點叉燒的焦香味 搭配夏日必吃的涼麵 碰撞出清爽卻夠味的衝突感 跟細緻的麻醬香很搭配 還有這一道日式林太子口味 超浮誇的用量 看起來簡直像是火山爆發 配上鹹香爽口的和風醬 比起傳統台式涼麵更清爽 是不少女性的最愛 好吃特別的創意口味 吸引客人不斷上門 尤其愛嘗鮮的年輕族群特別多 但回想當年剛創業時也是困難重重 一開始的資金就是用貸款的方式 對 下去就是放手一搏這樣子 就是用貸款下去做 然後可能到一開始的第一年 也差一點點就結束了 會不會有點擔心嗎 會啊 就是蠻反對的啦 會覺得不然就還是出去找工作吧 貸款兩百萬做創業本金 跟太太兩人一起打批 雖然生意沒有預期中順利 但劉邦宏就是不想放棄 他努力鑽研菜色 口味品項越做越多 還主打平民同板架 翻開菜單幾乎都是百元有找 這樣大家說的就是薄利多銷 對 就是我們會 可能量的部分會比較多 譬如說每一道菜我也不會覺得 它工比較多 所以我就賣比較貴 我就是我用多少食材生本 然後就是賣多少錢 雖然便宜但食材不能打折扣 麵條是跟新竹在地麵廠合作 當天一早現做直送廚房 除了麵體本身以外 最重要的靈魂就是拌麵醬汁 這是我們自己煉的蝦油 就是用整隻蝦下去煸 把它煸到整個蝦子會透明 醬油的部分是我們每天特調的 加入魚露 蒜頭跟蔥花攪拌均勻 最後點綴黃瓜跟蛋絲 寬麵條特別有嚼勁 越咬越能嚐到蝦油鮮香 濃郁蒜味的油風蝦很順脆 大口西麵超過癮 好滋味讓小店生意越來越好 但劉邦宏停不下來 腦子裡總有各種新的點子 我們現在也都會有季節限定 就是大概每一季都會有一些新的菜 新的口味的涼麵 像新的口味的拌麵這樣子 每一季都會有新的 要讓客人每次來都能吃到新口味 走過最低潮的那段時間 對於得來不易的成果 劉邦宏絲毫不敢鬆懈 每一件事情幾乎都是親力親為 所以真的最有感觸的就是睡不飽 就是每天都睡不飽 我覺得就70分吧 就是有及格啦 但是我覺得可以再更好 就是細節上可以再做得更好 讓每一個來的客人都會很滿意的舞台 總是想要再拼一點點 劉邦宏填馬行空的創意 是他源源不絕的動力 從西餐到小吃 從走邊世界到回歸家鄉 他用好滋味走出自己的舞台 清楚好玩好拍的點越來越多 那像這邊呢 在香山濕地橋間帶的這個賞瀉步道呢 因為有新型的石戶造型的步道 所以吸引超多的人過來打卡橋勝喔 香山濕地生態館跟賞瀉步道相連接 生態館的二樓窗戶還可以眺望賞瀉步道 跟香山濕地 想要拍步道全景的話 不用出動空拍機 只要走到二樓來就可以了 那你看新竹喔 也有這麼美的延伸海岸步道 不輸給東北角的鼻頭角步道啊 或是望幽谷步道 那賞瀉步道呢 雖然只有短短的250公尺 但讓你不用雙腳踩著爛泥 就可以看到很多朝間帶的生物喔 讓賞瀉步道爆紅的 就是這個愛心形狀的石戶步道 延伸在濕地上 那來到新竹喔 一定要吃一下小吃 接下來帶你去吃的 這一間百年老店呢 就在新竹城隍廟前面 這間滷肉飯 目前是由第三代跟第四代在做的 這是它這種讓人懷念的古早味喔 是很多新竹人上班前 必吃的早餐喔 豬煎頸肉先燙過雛心味 再用機器切成小肉塊 另一頭拿豬油跟紅蔥頭爆香 紅蔥頭在油鍋內彷彿在跳舞 煸出蒜香氣味 這麼熱的天氣 老闆娘蘇瑞鳳還得耐著高溫 不斷攪拌鍋鏟 只是為了避免鍋底燒焦 非常熱 全部都是滿頭大汗 灰汗如雨也乾之如遺 爆香之後再把豬肉跟醬油燉煮40分鐘 好吃秘訣在於 滷肉熬煮完冰鎮入味 滷汁加熱之後淋在白飯上頭 灑點胡椒粉 豬肉肥瘦適中 濃郁刷取的香氣與粒粒分明的米飯 忍不住一碗接一碗 不會偏肥偏瘦 然後吃下去也會入口激化 懂吃套客還會配上一碗白菜乳 我們剛剛在煮豬肉上面鋪的豬油 我們就會把另外的留起來炒白菜 豬油跟紅蔥頭蝦米和白菜一起煮 才能炒出香氣 煮好的白菜再裝入一個個鐵杯裡 跟絞肉香菇一起蒸 比一般白菜乳味道更濃郁 還帶點豬肉鮮甜味 不是像一大鍋 可能前面吃的很清甜 到後面來下面鍋底就是軟軟軟 但是我們每一份 每一個客人吃到的都是一樣的 過去三十多年 老闆蘇瑞鳳負責製作滷肉白菜乳 百年滷肉飯第三代接班人 翁景中負責外場 夫妻齊心合力傳承老味道 不過當時兩人要結婚時 翁景中媽媽相當反對 媽媽本來是她有她的人選 我就是只要她 非她不取得堅定信念 兩人忠誠倦屬 但卻因為家人反對 夫妻倆並沒有舉辦婚禮 蘇瑞鳳只拎了一卡皮箱 就嫁給了翁景中 那時候 21歲的時候發現了 然後就問爸爸說 為什麼你們沒有 然後爸爸就說 他們很簡單 就只有計程車去 載媽媽的行李 然後就把他們載在我們家 然後那時候 聽到就 她覺得不敢相信這樣 三女兒翁冰婷每每提到這件事情 忍不住眼淚潰提 三姐妹決定偷偷幫爸媽舉辦婚禮 一場晚了30年的幸福婚禮 翁景中終於看到最愛的太太 穿上婚紗感動眾人 也圓了三姐妹的心願 三姐妹的孝心還不止如此 其中的雙胞胎姐妹 從小看父母含心如苦 甘願放棄學位和職業發展 18歲就回家分擔工作 一家人細心呵護著祖傳的滋味 讓滷肉飯繼續飄香百年 全米米粉一塊塊敲碎丟進機器中 雪白純淨的細小顆粒 碾壓出一個個圓柱形米團 正氣排列在蒸籠上 推進蒸籠冒出鳥鳥吹煙 50分鐘精華時刻 將米團催生到三分熟 外熟內生恰到好處的製成 影響米粉Q度和關鍵口感 用米下去做 壓乾的果團是粉粉的 一定要做一個模型下去蒸 蒸三分熟 熟的Q度才有這麼Q 才有彈性 不會容易斷 沒有蒸過的米團呈現粉狀 過熟了又會導致口感太黏 三分熟的米團再透過機器輪壓 米團為年又有彈性 經過兩輪壓之後 利用這台傳承四代的機器轉那轉 輪成大大一張米片 直接老闆娘拿起小刀 一刀一刀斜斜斜切過去 大大一張米片掉落下來 一旁濕布俐落捲了起來 變身一張厚地毯接下來 細如法絲的生米粉紛紛落下 根根分明為年而有彈性 一樓一樓放進白鐵蒸籠 靜待時間熟成後 一場難得一見的絕活即將登場 滿田煙霧蔓延整個室內 一時間伸手難見五指 國家人在夢幻霧氣中 絲毫沒有浪漫的興致 一個巧勁甩開米粉散除熱氣 在框中劃出一道小弧線 緊接著一刀一刀分切成塊 剛蒸出來的米粉右腳濕粉 一大家子分工合作 乘重捆綁準備送到攤商手中 剩下的還得經過日曬紅乾 輕輕撕開攤平好讓米粉別團結一氣 之後再用長長筷子夾起來 左右一個捲折 慢條絲裡的抽出筷子 不一會功夫整個竹篩放滿滿 行雲流水的節奏 是累積了二十多年的正功夫 第三代媳婦林美金嫁來新竹 和老公郭蓮鏡原本在做裝潢 後來因為小叔生病過世 夫妻倆毫不猶豫回家接家也 你想說這個是傳承嘛 還是比較辛苦一點 堅持傳統努力推廣百分百純米製作的米粉 也開始漸漸受到消費者重視 第四代接手後調整製程 把日曬改為室內風乾 讓品質更穩定 老店也在便與不便中轉換 堅守著酒降風吹來的傳統命脈 新鮮肉絲大火快炒 紅塵塵辣豆瓣入鍋 光看就辣的你唾液自動分泌 莫爾斯比奇從沒接手經過簡單調味 敲進甩動大火又發鍋氣 經典川味魚香肉絲 裡面不是真的有魚 但鮮味不舒陣香氣更濃郁 第一眼講究見油不見湯 入口酸辣鮮甜味聚舌尖 豐富口感令食客們大感意外 配上白飯秒殺幾碗也不意外 豬腳肉上場現鮮辣豆瓣醬同台登場 香菜肴染上紅韻是川味日常 豬腳嫩豆腐壓軸演出 同樣是白飯殺手的麻婆豆腐 經過大火淬煉 收乾湯汁最後勾上一點點薄芡 耀眼夕陽紅勾引食欲 豆腐呆呆抖動一下一下又獲著眼睛 濃郁湯汁鹹香滲入食材 口感麻而不過辣卻又令人拔飯綿綿 還有一道看似客家菜美肝扣肉 其實是四川名菜鹹燒白 肥瘦香煎的五花肉肥而不膩 美肝菜微辣帶鹹又能回甘 與客家口味擁有微妙差異 把家鄉料理全食到位 仗出著項菌義僅有三十粗頭 熊熊烈焰穿上天 絲毫無懼 向俊毅仗出技巧熟人 每幾分鐘就能端上一道好菜 從小看著爸爸向道林做料理 讓他不自覺有了一種使命感 自願傳承傳為餐廳 其實菜就是我們對自己周遭的人 這一種聯想 但是 對我來說 菜可以一直傳 可是人不一定會永遠在 人會離開 但料理卻能湧流傳 向俊毅回想過往受奶奶影響深 傳承不僅讓他賭菜私人 還能讓家的味道永遠被擠住 有時候命運是 你踏上一條你未必想走的路 但是你不得不這麼做 就此踏上料理之路 和爸爸攜手合作學習精髓 雖然仍少不了丁寧和提點 但兒子的表現看待老爸向道林眼中 難掩驕傲 放心把這大廚之位勾手讓銜 我們上陣父子兵 我們一起共創業 共同突破 在越境 兩次都會進去 一大廚之後 一大廚之路 兩次都會進入 一大廚之路 一大廚之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